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号称地表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中国春运今天正式开跑 为期40天 那根据报道 从1月12号开始售票以来 已经累计发售的车票 是1亿9千万张 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洋早前预计 在这40天内会有90亿人次出游和探亲等等 并且有可能创历史新高 李洋也表示 今年春运的出行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传统运输像是铁路 公路 民航 水上客运的出行 预料可达到18亿人次 其余的80%或相等于72亿人次 则是自驾出行 这也创下了中国自驾出行的新记录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的到来 如今在中国 高铁已经成为春运期间出行的主要选项 在高铁车厢的维修基地里 工作人员正在一一地仔细检查和进行维修 不止零件的检查工作 高铁内部的设施一样不容马虎 确保一切都正常运作之后 乘务人员也准备就绪 接游子门回乡迎春节 镜头转向中国各地的车站 拥堵的人潮把车站的各个范围几乎都挤满 乘客们手提着大包小包的行囊踏上回乡的旅途 另一方面 在北京机场同样出现人潮 机场外停泊着一排排的出租车准备接送旅客 中国交通部表示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落实免签证互惠政策 今年春运的出境油市场也将形成短期旺季 预计国际和地区客流量将会达到141万人次